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是高凡唐高老师 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那么如果你要教材 那么你别忘了 到我的博客来下载 现在我们进入第14章 就是Function Overloading 就是函数的负载 就是我们可以定义 好几种好几个名称相同的 这个函数 就是名称相同 但是参数不同 OK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会 很 来看一下 其实他的概念是蛮简单的 OK 好在这一章我将会 帮你说明 这个Overloading 这个Function 这个Overloading的意义 还有在Java怎么表示 这个Overloading 然后在Android怎么表示 在C++怎么表示 OK 我会帮你 做这个说明 那么这一个Overloading的意思就是 他的这个Message 就是名词是一样 就是函数的名词是一样 也就是他的动作 我们的给他取名是一样的 例如说 这个猫 玩 袖球 对不对 猫玩老鼠 猫玩 这个鱼 Pray 或者是用英文的 这个 猫 Pray 这个 Pray 这个袖球 或是猫Pray 这个 老鼠 或是猫Pray 这个鱼 还有 还有 Pray 猫 也是Cat Cat Pray 什么你知道吗 Piano 钢琴 所以再来 这个猫Pray 对不对 Android game Android上面的这个游戏 像愤怒的小鸟 OK 等等的 所以 你可以体会的出来 我们 用Pray 这个字呢 用了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他的 参数都不一样的话 那意味着什么 他背后的 代码 他的行为是不一样的 他的代码 是不一样的 这个玩袖球跟玩老鼠 他的 玩的这一个 里头的细节呢 是不一样的 他里头的代码 玩鱼呢 里头代码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这种情形 就叫做 这个function 因为这都是以Pray的函数来表现嘛 叫做overloading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所以 这个 叫做弹钢琴 这个叫做 玩游戏 OK 所以 猫玩袖球跟玩老鼠的玩法 就是他里头的 实现代码 并不尽相同 只是 他又都用同样一个名词而已 一个动词啦 算是一个函数的名词 其实就是动词 那么 也许他有一定的目的 就是猫要获得快乐 对不对 那么猫是一个 类别呢 那某只猫是一个对象 例如家费猫 是一个对象 因此呢 我们他就可以 接受这个玩的 这个信息 你可以 请他来玩袖球 你可以叫他来玩老鼠 你可以叫他来玩猫 结果这一只家费猫呢 就会表现出 这个不一样的玩法 不一样的玩法 OK 这个可以凸显了 这样的一个 对象 他的一个聪明度 他的一个 更好玩的地方 他会八面凝聋 OK 所以玩代表动作跟过程 那么 袖球老鼠是鱼 他是玩的对象 在我们的 函数里头呢 那么 在我们的软件里头呢 函数代表的动作跟过程 这样子因此呢 我们 就上图这一图呢 就会表现成这是一个函数 就成一个函数叫 play 绣球 play 老鼠 play 鱼 还有刚刚的 还可以play piano OK Play piano OK 等等的 还有play computer game OK 所以这个叫做 函数的 多重定义 或者叫做负载 负载 OK 所以 OO的 程式设计的理念 让程序的写法跟人的生活经验是吻合的 因此呢 因此呢 一个play函数可以接受不同形态 的数据 作为它的处理对象 就是作为参数 OK 所以它的参数 可以 形态可以是不一样 可以不一样 因此呢 这个play就具有的 多重定义 或者叫做 函数负载 的这个特点 所以它的特点呢 就是函数名称相同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参数或引数不同 参数后引数 或者是引数 那参数英文叫parameter 然后引数呢英文叫argument OK 那像这个叫引数 这个叫引数 但是有时候称为参数也没问题 所以呢 那是因为这个参数不同 所以 动作不同 但是 名称相同 这个叫做 方形的overloading OK 好 那我们来看java的 函数的 复杂的表现方式 定义一个cat 叫class 然后呢 很简单 play 然后这个 引数 参数不一样 参数不一样 然后呢 它的实现代码 也是不一样的 也是不一样的 那就这么简单 好 那cat 就有三种play的定义 好 那么引数 不同 内部 的 代码也不同 那play的函数能够接受不同的 这个参数 这个就是 在定义里头叫引数 那么可以接受来自不同的 参数 然后来执行不同的 这一个 这个代码 所以你看 这个 有 Display Display 里头都是这个 引数不一样 这引数不一样 所以它是靠这个引数不一样 来做区别 到底要调用哪一个 所以你看这里 A display 台湾 那这个东西是 字串 因此呢 它调用到这个 它找这个字串 来配对 然后再来 Display 80 这80是Integer 那可能是Double 或是Integer最接近的 这个 会调用这个 然后带来Display 这一个Price Double 诶 找到了 配对 配到这个 因为 刚好这个是Px 这个是Px 然后这个 特别转Double 这个刚好是配到 这个 有没有 所以就 分别调用到 不同的 函数 它们其实概念 就这么的简单 InfoE也比较特殊 没数据项 但是 有一个函数叫Defray 但是有四种不同的版本 可以任君选择 可以就依据 这一个 最相配的 Display 所以呢 就依照 这个参数 或者引数 来做 这个配对 所以台湾 配String 有没有 然后 Double 配Double 这一个 Double 就配Double的 然后这有两个 就两个 然后就配两个了 对 所以这个情况 叫做函数的负载 或者函数的多重定义 所以它不一样的地方 就只有在这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OK 那这种观念 尤其在构造式上面 常常会看到 所以呢 所以你看到构造式有这个情况 你就知道 原来这就是OO里头的 Overloading 就是说 你要建构 一个Rectangle 那么 你可以 用这一个 里头没参数的 一个是用有参数的 一个是用两个参数的 所以它提供的三个 这一个构造式 其实呢 它是 函数的负载 的一种 应用 应用在 构造式上 所以你看 就可以New Rectangle 这是空的 因此就 配到这一个 然后Rectangle 8 那么它就配到 这一个 Rectangle 5 6 两个 它就配到这个 有没有 所以就 会来调用这个构造式 所以这是最常见的 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子 这种情况 叫做 这个Function Overloading Overloading OK 那这就很容易 理解的 很容易理解的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Android的 函数负载的 范例咯 那Android里头 到处都可以看得到 这种函数负载 的 这个情况 非常多 例如呢 Linear layout 这个类别 重复 负载了 5个不同 的这种 参数的Add View 那么 把这个 函数负载 发挥的 淋漓尽致 发挥的淋漓尽致 OK 所以我们现在 来看一下 这个符咒 这是 AC01的 AC01的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 我定义了一个 Show layout 然后呢 这个Button 它会把Button 传过来在这里 它会把Button传过来 在这里我们称为叫参数 在这里称为叫引数 OK 都没关系 反正 这个 参数引数 有人都分用 OK 它把它传过来 所以这是一个 函数 那么它的名称是 Show layout 那么再加来 我又定义一个 同样的名称 也是Show layout 但是里头的 参数的形态 不一样 参数形态不一样 因此呢 在这里 Show layout 这个New Image button 因此呢 它调用到的是 是这个 因为它配对 这个东西 配这个东西 刚好配得好 所以呢 它会调用到 这一个 那么如果你给它的是 纯粹的Button 那么 那么它就 会扣到另外一个 OK 那这就 说明了 这个Show layout button 它有 这个定义一个 这个 然后 还定义到另外一个 这就是 函数的 这个 负载 函数的负载 然后会依照 这个引数 来做配对 来决定 是找到哪一个 所以在Android里头呢 到处都是 所以你如果用 Ecrease把Android的原代码 把它秀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是一个Button 有没有 在Button这个类里头 单单 Set text 就设了这么多的 你看 函数都一样 函数都一样 里头参数都不同 参数不同 参数不同 这个就是 叫做 Function Overloading 还有Layout AddView 也有这么多 AddChild 也有 业价index的 这个通常不一样 所以这整个 这个都是 函数负载 所以 所以你了解的 函数负载 再来看Android的 代码 你就功利大增了 所以你 听我这个课程呢 免费的课程 免费帮你 提供功利 免费呢 把高老师 37年来 这个 编程的 功利呢 全部都 贡献给你 OK 谢谢